連結送水口的介紹 我們這邊有兩個連結送水口 第一個是消防連結送水口 第二個是灑水送水口 它的功能是 如果社區裡面發生火災 像對可以從外面供水 從這邊加水到我們各樓層 供救災使用 灑水是一樣 從這邊加水供我們的救災使用 以上 來到了中繼消防機房 我們會進去看裡面的設備 一般中繼機房設在10樓以上 我們這位置是12樓 大家看一下紅色這支管路是消防的連結送水管 藍色部分是灑水的連結送水管 然後我們往後看 白鐵部分是中繼水箱 它的水源是由中繼水箱供給 以上 現在我們來到了四頂樓 我們首先看到水袋箱 裡面有兩條 還有二分之一的水袋 還有直線水物兩用的苗子 這是供消防隊救災用的 這是供消防隊救災用的 塞過兩人看旁邊 這是連結送水管的出水口 再注意看 這邊有兩個二分之一的太平龍頭 這是供消防隊救災用的 裡面的一二二分之一的水袋 跟苗子 是支付裡面的基本配備 以上 這是我們連結送水口頂樓的測試出水口 二二二分之一運氣的管路 我們來到了頂樓 這是頂樓的測水池 它接這個管路是灑水連結送水管的管路 接到我們剛介紹的中繼水箱 然後旁邊這紅色的管路是消防連結送水管的管路 也是接到我們的中繼水箱 大家好 為各位詳解的單眼是 消防專用細水池 它有踩水磅 這部分是供消防隊踩水用的 當消防隊消防水箱車來抽水 它外面有個遙控開關 遙控開關動作這邊就運轉 利用這個馬達 抽水到我們的一樓 一個財水口 我們等一下帶各位來看財水口 我們現在來到一樓 看的設備的設備是消防采水啟動Pump 這控制開關 當消防隊消防水 消防車 這個消防水池的用水 它會從這邊打開這個快速接頭 然後接上他們的水袋 然後按上開關 消防車就可以裝水 這邊這兩個都是消防隊用的 以上 為各位介紹本單眼是 當消防水池水會預持的處理方式 我們看設備 一般來說消防水源 它這邊有一個呼水槽 我們聽到倒極房聽到有流水的聲音 注意看 假設這個呼水槽水一直流 它水不會板出來 它會流到水池下面 然後水就會溢出來 但我們發現聲音在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雜貌 這個雜貌把它關掉 這是它的水源 如果這邊關掉 還是有水一直在溢出來 那我們還有一個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還有一個 腫水源 這是管路是腫水源 這邊有雜貌 我們再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 它就不會繼續溢水 然後我們可以聯絡我們的專業廠商過來維修 以上